大家好 我是芳妮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韓國豬屋的資訊 那近幾年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會來韓國念語學堂 那當然如果可以申請到學校的宿舍其實是最好的 但因為有些人他可能只來短期兩三個月要申請宿舍比較困難 所以就必須得找房子 那今天我會跟大家說在找房子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在韓國呢房子主要分成三種 那第一種是自己的家也就是恰嘎的部分 那第二種叫做 中文有人翻譯成全租 那這種方式其實是大家在台灣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到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網路上搜尋看看 那第三種叫做 這種方式 其實就跟台灣的月租房是一樣的 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是 在韓國租房子呢必須先繳十到十五萬台幣不等的保證金 那這部分可能對比較多的外國學生來說會是負擔 所以近幾年呢有些學生會選擇去住不需要保證金的考試院 一般來說如果是學生的話會選擇離學校比較近的房子 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話當然會選擇離職場比較近的地方 由於大部分的公司啊都是集中在江南或者是板橋 甚至是中路這些比較昂貴的地區 所以有些上班族也會選擇大概 離公司三十分鐘左右距離的地方居住 那以我自己為例呢之前我在工作的時候就選了 離公司大概有五個站距離的地方居住 那我自己在選擇房子的時候呢其實最重視的就是地鐵站和家之間的距離 例如我現在住的地方就是離地鐵站其實只要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像這一類離地鐵站比較近的房子呢韓國人會稱之為浴世館 那這一類的房子是我自己在找房子的時候比較喜歡選的地方 那剛剛已經簡單的講完了要怎麼選擇位置的部分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看房子的時候要注意哪些條件 那像我自己是外國人的關係所以在找房子的時候會先找有附冷氣機 冰箱 微波爐這些設備的房子 那如果你想要找這類房子的話 你可以用關鍵字proof option來進行搜尋 這樣就可以找到有附比較完整家具的房子 那一般的外國人來韓國通常都是租one room的部分 那one room顧名思義就是英文的one和room 簡而言之就是單一個房間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雅房或者是套房 那我自己在找one room的時候會注意的另外一個點是 它是不是分離式的 那分離式這個字的韓文叫做分離用 那像我自己的家呢就是廚房和寢室是分開的 那雖然它只是一個房間 不過會用簡單的推門把空間分離開來 那對我來說這會比較有家的感覺 那提到找房子我就有一件有趣的事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之前來韓國找房子的時候啊 其實不曉得原來韓國人在看完房子之後 其實很快就會做決定 那那時候我就跟帶我看房子的人說 我可能還要想一下之類的話 然後他就馬上告訴我說 喔可是如果今天不簽約的話房子很快就會被搶走 那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韓國人在看完房子之後 馬上就會做決定 也就是說從看房子到最後簽約的過程 可能只花一個下午的時間 那這點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最後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來韓國找房子的話 別忘了要帶韓國朋友 或者是韓文比較好的外國朋友陪你一起去看 這樣才不會吃虧喔 這樣才不會吃虧 我幫你吃虧 我們就要不是吃虧 真棒